每個都高通 都說不通了 所以只准你用大仙王子 在廟口走走走走走走 放在這個法載車裡面 他在洗一兩人 這樣有雞 所以從那個開始這個大仙王子文化 就出現一段時間大仙王子有 大仙王子有土地公的大仙王子 有座公的大仙王子 媽祖的前立案是農民 或是工生官優勝者的大仙王子帶隊 我在廟口那裡有看的一間廟 有日本的保證 這日本人如果有應用大仙王子 保證公保證賣 你不知道我看這種大仙王子 所以這四種類言 就是應用我們台灣籠包的信仰 當然啦我們說起來不是跟我們的意用無路容 有是要讓我們了解台灣的建國 跟一些宗教現象有什麼樣的反應 我們要怎麼保留文化就好 要是要把它蓋住 獲得什麼 所以賀民這個時間 我們總來看一些廟口 讓我們知道國民黨怎麼有這個 你明明就在農村大仙王子 你就寫一個公福大仙王子 什麼 建宿民宿 這些亂說的 給你建築誤償 不然這樣是他們都不給你做 這是在外室公保證時代 就是國民黨利用宗教 的一個 我的文化很不錯 這個孫水 孫水的家庭 在這點的家庭都黑幼 大仙媽祖 給了一個羅馬頭 一個人全挑戰 還有一些政治人物 都在那裡 在那裡走 很建設 很建設 好 這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再繼續結束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你們來質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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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